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汽车咖啡馆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谈到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吉利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 吉利应该都是一直在买买买 而确实这家在1998年才推出第一款汽车的品牌呢 很多时候他为了进步他自身的技术等等 他都必须依靠买 而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吉利究竟买了多少个品牌 吉利的第一次收购是在2006年 他所收购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London Dexay 在当时呢他收购了London Dexay 23%的股权 London Dexay可以说是英国街头的象征 我们在很多的英国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London Dexay的出产 在2013年的时候London Dexay面临破产 在这个时候吉利全资收购了这个London Dexay 之后他还帮助London Dexay转型 现在的London Dexay已经改名为 London Electric Vehicle Company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会专注在电动车的发展 在收购了London Dexay Company之后 吉利的研发实力上了一层楼 但是他们还想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研发实力 因此这一次呢 他们直接把触角升向了澳洲 他们收购了澳洲的这个变速箱制造商 Dxay 而在收购了Dxay之后呢 他们就大量的采用了这个Dxay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包括了在2018年年尾发布的这个 Proton X70 CBO也是采用了这个Dxay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不过在2015年呢 吉利已经把这个Dxay卖给了另外一家中国的公司双0集团 所以现在的Dxay不再是属于吉利旗下的品牌 吉利所购买的第三家品牌是当时在Ford集团旗下的Volvo 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一个Volvo是汽车部门而已 并不是整个Volvo集团 在当时呢 因为饱受这个次贷危机的影响 所以Ford集团的财政是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所以他才会考虑把集团旗下的品牌都出售 而这一单收购案是吉利众多收购案之中花费最多的案例之一 在2010年吉利为了收购Volvo 他所耗费的经费达到了18亿美金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单收购对吉利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他不只获得了Volvo的先进技术 而且他也帮助Volvo进行转型 成为了一个年销量70万的平台 在这之前 Volvo一年的销量只有大约30万台 2017年 吉利有一单收购案震惊了整个马来西亚 甚至是整个东南亚的汽车界 也就是他收购了五国的国宝国产车品牌Proton 以及Proton旗下的跑车品牌Lotus 在这期收购案中吉利收购了Proton的 49.9%股权 至于Lotus则是收购了50亿 而这也正式宣告了吉利进决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 在吉利收购了Proton之后 吉利表示他会用最新的技术来帮助Proton研发新车款 在2018年年末 吉利在中国最畅销的车款 吉利博越就这样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并且获得了很好的销量 而在今年 另外一款畅销的SUV 吉利冰越也会来到我国市场 至于Lotus 因为之前Proton没有资金的关系 所以Lotus没有办法进行太多的研发工作 而被吉利收购之后就不一样了 吉利为他征聘了非常多的工程师 也给了非常多的资金 也因此在短短的几年内 Lotus就在研发了非常多的新车型 其中就包括了马力超过1000匹的 纯电动跑车Lotus 在收购了Proton不久 吉利看准了未来飞行汽车的发展潜力 因此也顺便收购了美国的飞行车制造公司 他不仅仅收购那一个品牌 还收购了他的所有技术以及资产 而这不是有吉利在2017年的最后一单收购 在2017年年末 吉利再次发力收购了Volvo集团的8.2%股权 耗资39亿美金 而这也让吉利成为了Volvo集团的最大单一股东 这一次他不仅收购了Volvo系车 连Volvo集团他都收购了 在未来呢 吉利还会和Volvo集团一起研发重型的电动卡车 整个2017年 吉利就好像看到了supermarket 有promotion一样 一直买一直买 整个2017年他就买了4个品牌 但是他还觉得买不够 2018年的2月 吉利汽车集团的董事长李舒福先生 通过私人投资机构 购买了Mercedes-Benz的母公司 戴姆勒集团的9.69%股权 而这也让李舒福先生成为当时戴姆勒集团 最大的股东 当时李舒福先生购买的这一批股票 市值达到了90亿美金 而成为了戴姆勒集团的大股东之后 吉利和戴姆勒也进行了很多的合作 例如戴姆勒将另外一个 城市小车品牌smart的50%股权 卖给了吉利 未来戴姆勒集团会进行 一个smart车款的设计工作 而主要的开发工作和生产工作 都会交给吉利去进行 从上述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吉利确实就是在买买买 而且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成功收购的案例 还不包括了像是一些 收购不成功或者是还在掐谈中的品牌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不要忘记 吉利本身也拥有非常多的品牌 例如说这个Link Encore 还有几何电动车品牌 目前的吉利汽车积分 规模确实十分的庞大 他们还进入了世界500强公司的名单 再给他一些时间 他要成为中国版的 Foxvagan集团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这个不久的时间会是多长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期间呢 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多小心 回家之后要勤洗手 照顾个人的卫生 如果不出门的话 记得打开我们的频道 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